華紅半導體 早前公布業績後 被多加大行上調目標價 其中 麥格里的最新目標價為47.61元 評級維持 跑贏大市 華紅半導體去年第四季 營業額按年升19.3% 麥格里報告指出 內地智能卡 設計商的增長強勁 且公司市佔提高 特別是工業 汽車和電力板塊 至於季度經營利潤率 亦按季由25%增至29% 高於市場預期 美銀證券表示 華紅半導體上季純利達1.59億美元 分別較該行 及市場預測高出8%及32% 主因由無利率提升及嚴格的運營支出所帶動 該行將其目標價上調至40元 重新買入評級 大摩指出 華紅半導體提出今年首季收入案 季持平於6.3億美元 表現較同業強勁 該行將其目標價由35元上調至38元 重新評級為 增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